就是一所国中家长指控学校一位理化女老师 课堂上向学生下跪磕头 还自称说是要让学生折寿 家长提供最新的搜证画面 我们立刻临线记者朱显明 好 但您看到这一段由学生家长所提供最新的搜证画面 他们是指控台中市这一所的国中的知名女的理化老师 在上课的课堂上面突然间向学生下跪 还呛出了这样子的做法 是要让学生来折寿 一位长辈的贵晚辈根据老师的自己的说法 在农历七月时候晚辈是会折寿了 当时的课堂上吓得学生的议论纷纷 事后都不敢讲话 虽然说这名女的理化老师事后有向学生道歉 但是学生还是回家向家长来投诉了 结果家长总共是有四个班级早上的学校来理论 到底这名老师适不适任呢 根据这样子的画面事件是发生在今年9月11号的时候 当时这名老师进到教室来已经迟到10分钟了 学生是好心的问说 你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老师突然间开始抱怨说 学生总是会向学校来投诉 说老师的教学不认真的部分 因此这名老师才会直接在课堂上下跪 结果这样子的画面被学生拿手机拍下来之后 向家长来投诉 家长也要求说校方立刻来测换这名老师 不过到目前为止 校方是还没有出面来进行说明 不过这样子的画面出现在课堂上 老师向学生下跪还呛说 让学生这个晚辈的会折瘦 倒是让很多的当时上课的学生全部都吓到了 主播 好的谢谢明 我们看到台中这位女老师呢 在上课的时候突然上学生下跪 还说这样子让学生会折瘦 把学生都给吓傻了 我们儿子让学生下跪